有一个关键年代 2019年9月23号总统府记者会上 曾经秀出一张蔡英文在2015年 向伦敦大学申请补发的笔课书 除此之外还秀出了一张著名蔡英文 以于1984年3月14号 被授予伦敦政经学院国际贸易法博士学位的正名函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根本就没有一个学位叫做国际贸易法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外行的人写的很外行的一封假的书信 那另外呢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论文门的新的突破 这个新的突破呢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是一个分野 从2011年是整个论文门的一个很大的奋计 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 就是Anthony Giddens 这个在社会学上的一个title 这个新中间路线 第三条路线的这个title Anthony Giddens 是整个论文门呢 进入官方包庇的一个关键人物 那Anthony Giddens 到底做了什么 我在这边做个小小的透露 Anthony Giddens 收了我的律师信 有没有回呢 没有 他现在正在装疯卖傻 正在装死的阶段 可是你说他心里害不害怕呢 我给你打包票 他自己知道他做了什么 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 Anthony Giddens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各位同学你可能会觉得 哇Anthony Giddens 现在是英国的上议院的议员 是这个英国的上流社会的人 又是政商关系良好 又是学界的title 应该搬不倒他吧 那倒未必 因为每一个在政坛的人 他都有政敌 都有跟他不共戴天 你死我活的人 就像蔡同学也有 马英九也有 陈水扁也有 李登辉也有 他们在他们当红的时候 都有政敌 所以还是那句话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至于Anthony Giddens 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他琢磨非常的深 他明明知道蔡同学没有学位 他带着蔡同学去一关一关呢 把这个中间的漏洞给补起来 包括了archives 档案室 他怎么找人呢 去帮他把他的学生记录表拿出来 然后后续做了哪些事情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对不起啊 我绝对不相信 这是有情人人都需要有情 走掉了 太久的歌 我绝不相信这是基于情谊 这个一定是鬼推磨的故事 那我能不能确定是鬼推磨呢 这个我没办法确定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蔡同学跟Anthony Giddens 呢 撒了个谎 透过张晓月 透过石呼隆 跟Anthony Giddens 呢 可能请他 带他去见几个人 比方英国伦敦政策学院当时的代理校长 比方说 叫他呢 带他去见一见这个 英国伦敦大学的这个档案室的人 或者是资讯法尊 打个照面 挨一下子一下 后面蔡同学就开始忽假虎微 开始去进入 把手伸进去篡改 档案 把这个学生记录表调出来等等 光是蔡同学拿回他的student records 这件事情 就可以告伦敦大学了 在整个学校体系当中 这是一个特权的例外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学校要得到自己的student record 不信你要要看 好 那今天呢 我要谈的是说 我们论文门的案子啊 接下来呢 我跟宇宙真音学院同学们共享一些资讯之外 其实我也要 这个邀宇宙真音学院的同学们广而参与 你知道 现在我们在论文门已经进入2.0的阶段 1.0的阶段就是 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搜集完毕 都已经分散云端 许多人手上保存 第二阶段就是 我们要开始进入媒体诉讼阶段 那既然是媒体诉讼阶段呢 就打量量排打没有关系 很多这个 宇宙真音学院的同学们担心我 写信跟我讲说 彭P 你在节目上不能讲太多 这样很危险啊 什么什么 没关系 进入论文门2.0 亮牌打 没在怕 你知道 确实我们要说的是 只要我们提出 证据上面的问题 蔡同学这个犯罪集团 这个饭团 立刻就会做修改 立刻会涂抹 立刻会湮灭证据 有关系吗 第一阶段也许要小心 第二阶段亮牌打了 已经要进入诉讼跟媒体阶段 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把这个证据加以修改 这个在将来量刑上是最佳一等 为什么 因为他企图湮灭证据 我们有一个before 还有一个after 就说我们有一个原本证据长这样子 他后来把证据涂抹了 变成那个样子 那这两个一对照之下 最佳一等 将来我们在民事求偿上的时候 更可以证明 他不但犯后态度非常不好 而且还是蓄意想要篡改证据 就是这个嫌犯做贼心虚 通常在刑事犯罪的认定上面 见识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嫌犯的自证有罪的一个很好的证据 所以没有关系 我们讲出来蔡同学你尽管去改 到头来我们就把删改前串改后的证据 一并呈到民事刑事法庭 另外在刑事调查的过程中可以再一次的确定 你是一个犯后态度很差 而且蓄意想要遮掩这个犯罪过程的犯罪人 好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2.0的阶段呢 我们接下来啊这个论文门要进行 这个个别的这个列传 什么叫列传呢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犯罪集团里面的犯团一个一个揪出来 从台湾端到英国端 一个一个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把它清楚的列下来 一方面是要跟这些犯罪集团的人校正 你们做的事情我们全盘掌握 你要当污点证人呢 还是要一并坐上求车呢 你自己决定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会一个一个的 来做这个刺客列传 把你们的名字从台湾端到英国端 你们做了什么事 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 我们早就已经收集完毕了 那我们要给这些一个机会 好刚刚讲到Anthony Giddens 收到了我们的律师函 他不敢回 一封信都一句话都不敢回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这个立法院里面的这个大咖立委 你收到了一封律师信 如果你是无辜的 你会不回吗 你至少写封信客客气气的 官都做到这么大了 一个做人的道理都不懂吗 至少回这个律师说 哎呀恐怕您误会了 这件事情呢我不知情 当时我不在场 整件事情呢来龙去脉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呢 请你跟谁谁谁联络 或许可以得到更多资讯 祝您新春愉快 虎虎生风 对不对 这正常的做人是这样做嘛 街头艺人都会这样做 更何况是 何况是这个英国的上议院议员 结果他接到我们的律师信以后 一句话都不敢说 你就知道他的心情 你就知道他的心理状况是什么 什么叫一句话都不敢说呢 我们问了他至少十个问题 有关于整个论文门 他可能牵涉到的部分 他做了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等等 至少问了他十个问题 他连一个字都不敢写 这证明什么 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嘛 对不对 Game在事情还是会在啊 不会因为你装傻 不知道这个事情就会过去 好 不是只有这个Anthony Giddens 还有一串的人都收了我们的律师信 好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看看有一个关键年代 我在节目当中说过 2011年是一个关键年代 2015年是一个关键年代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网路上呢 有我们宇宙真心学院的 他早就已经是校董级的人了啊 他其实可以当董事长了 The Ultimate Decoder for the Tsai Ing-wen Thesis Scandal UK 由于亦 好这位 我非常尊敬也非常感谢的一位 宇宙真心学院的前辈 他呢最近在他的脸书上发了一篇文章 因为他在脸书上发了所以这是公开资讯啦 所以我们呢就拿出来一个一个检验 他说危机解密 Greg O'Gallaghan 是谁 好这位兄弟呢 Greg O'Gallaghan 好我再透露一件事情 Greg O'Gallaghan 也收了我们的律师信 也是一句话都不敢该 一句话都不敢回 所以我相信他们现在的处境 包括Anthony Giddens Greg O'Gallaghan 他们的处境跟蔡同学 应该不相上下 半夜起来尿尿都会梦见 论文们他们做的事情被揭穿了 上了英国的卫报 上了英国的泰晤士报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Greg O'Gallaghan 是什么一位老兄 由于亦的这篇文章上面写说 2019年9月23号总统府记者会上 曾经秀出一张蔡英文在2015年 向伦敦大学申请补发的毕业证书 除此之外还秀出了一张这个著名蔡英文已渝 1984年3月14号被授予伦敦政经学院国际贸易法博士学位的正名函 听到这边各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根本就没有一个学位叫做国际贸易法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外行的人写的很外行的一封假的书信 那另外呢 怎么又是2015年 还有 今天我简单这样讲 这就是犯罪心理嘛 有两层意义 第一个 我的台大毕业证书补发过 真的我没骗你因为我我在五六年前去申请了一个海外的一个研究计划 结果他就是要我附上毕业证书 那我临时一下找不到我就跑去台大 我就本人去嘛 我一百块这样子去注册住一下就拿到了 我们拿到这个补发毕业证书那就表示什么 前面那张就算我找到了 作废 这张毕业证书是真的 那我们就拿这个 我拿这张毕业证书去申请这一个 conference 的这个scholarship 我需要再附上一张补发证明的 我需要再叫台大的这个注册组主任这个洪太雄教授 写一封信说 彭文正先生这一封补发金是真的 没有我盖章绝对不会是 有我盖章绝对是真的 有必要如此吗 根本不需要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什么 此地无垠三百两心虚到不行 除了这一封所谓的注册组帮他背书的一封信之外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在总统府2019年9月23号记者会秀出来之后 这一封这么关键的信 再也没有拿来当成法院的证据 其实有一个东西很有趣 你去研究一下 不管是蔡同学告我的 我告张敦涵的 我告论文不存在的 或者是我告蔡同学的 当然我告蔡同学被吃案吃掉了 被谎伟嘛 这一些案子当中 唯一被拿来当证据的 只有2015年补发的毕业证书 其他的所有文件 所有书信通通都没有在所有的法庭当中 被拿出来允许同意被开业 甚至有的证据连提都不再提了 这就可以看出犯罪者的心态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为什么不拿出来 要说我是他 我不但有毕业证书 我还有当时认证我毕业证书那封信 我就拿出来我每个法庭都讲 我每个法庭都念一遍 大部分的923亮出来的证据 后来都该都不敢该 就跟那个要求 拿出那个拜登的祝贺词啦 这些 该都不敢该 自己知道心虚 好 知道心虚就好 犯罪心理学 你去补发一张毕业证书 你拿到毕业证书就好了 你怎么会去叫 学校再把你写一封信 证明我这张毕业证书 补发是真的 而且还说一定要有我的刚硬哦 没有我的刚硬就是假的哦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这种层次 很像狮糊弄做事情的方法 就是 讲白一点就很幼稚 对不对 正常人不会这样子在处理事情 也就是说 他的背后是一个很心虚很心虚的一个情境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入广告 我们来看看到底谁呢 配合蔡同学2011 2015 里应外合 tierak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